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Amiyato Li 今天呢我們要講摺偶關 那這次就是更全面的來講說 他們到底摺偶的時候啊 男朋友的時候是會看哪一個方面 對您的看法 問你說你在不在意你的對象年齡 然後回答說會在意 或者是多少有點在意的 大概男生有五成 然後女生也是五六成 對 可是其實這就表示只有一半的人 而且妳還是直接問他說 妳會不會在意 他才會回答妳說可能 有一點 表示說有一半左右的 根本就不在意的事情 對阿對阿 就完全沒有在意 然後女生當然是對年長比較寬容 就大七歲少OK 接近半數 男生則是大一到三歲 或大六歲為止都覺得OK的話 時常有三成 各三成 對 他們有訪問說 妳為什麼覺得可以大妳到六歲左右 然後男生的話 他這個男生是說他可以接受到 大家自己不要超過六歲 然後他就說 基本上他如果覺得對方很stakey 他都覺得OK 但是還是希望他能夠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就是他有年輕的心 年輕的感覺 年輕的心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 其實令人家 好像五成以下的人 可能會比較在於說 還是要在一個range裡面 就是五六歲之內這樣子 可是有女生25% 男生20%是覺得他10歲都沒有問題 就他真的就是覺得 沒什麼關係 對 然後這裡面的人是說 興趣啊價值觀合的話 他是真的 完全不在意年齡 對 然後他還說就是 大家其實都看起來比表年輕 所以其實真的 真的比 十幾年齡沒有很重要 對 這年我是這樣覺得耶 對 你看之前那個小八歲的人 他好像也 一點都不在意自己比我小八歲 他還是很想要上路 我覺得他們是真的不太在意 但他可能會在意說 你看起來有沒有 對 或是你今天是一個個活力 或是你有沒有年輕信息對不對 對 或者是就是你可以帶給他一些 就是 他覺得有生活上的 刺激的話 我覺得其實他 不太會爭議你十幾年齡怎麼 對 有一個想要黏上的人說 因為他比較想要洗幹 所以就比較冷幹 比較 洗幹 其實就真的是 很難翻 對 很難翻 很妥的人 對 很靠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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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而且他也想要 人家比自己聰明 台灣男生不太會講說 我覺得台灣 這個是care taker 就是在日本的男女關係裡面 通常都是女生在照顧男生 就女生在引導男生 就說 欸那我們這次去哪裡玩 那我們這次比如說 要怎麼樣什麼的 就是女生好像扮演一個 比較 媽媽或姐姐的角色 所以他們就比較 好像覺得這樣很ok 有一個人來告訴我要怎麼做 很好 就是日本人他們也是崇尚年輕的 他們崇尚不是你的年齡年輕 他崇尚是你的生活態度啊 你自然的魅力啊 是不是看起來有股年輕的氣息 對 ok 好 然後穿主要是不要穿得像 歐巴桑這樣就可以 女生接受 比較大的男生 天之在台灣也是很普遍 就不用特別長 對 但主要還是看男生 但男生其實就會覺得說 只要是聊來 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看你的外表 是年輕的話 才根本就不會在意 真的大了很多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在 跟一個日本的小弟曖昧的話 就表他已經接受了 你就不要想那麼多吧 反正他們根本就不在意 然後還有再來就這樣 比自己小 女生比自己小3歲 ok75% 就代表女生大部分接受 比自己小3歲以內 然後小10歲以上 ok有6% 就是真的 吃嫩草還是 但我有點吃不下去啦 就是10歲以上的嫩草 可能會 猶豫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當你這樣問的時候 可是當他們遇到 因為畢竟你生活中 可能會比較少遇到 可是當你這樣遇到的時候 我還是會覺得 算來試試看 對 試試看 對 然後男生 比自己小10歲以上也ok 就是3層以上 因為男生就是真的 還是越小越好啊 我剛忘記講 就是比如說 比較亂的業界的話 就會發現 就是會有很多 外遇 然後外遇就是真的可能會 年齡差很多 對 還有人是就是 結婚結婚的時候 可能是跟年齡相近 可是離婚了 然後又再婚又再婚 我就遇過那種 男女都是 對對對 男女都是第二婚 第三婚 第二個娶的 或嫁的 或是第三個人交往的 都非常年輕 就是都往年輕的變種 可是我覺得那個 跟經濟實力可能有關 就是女生經濟實力好 男生經濟實力好 我終於遇到很多前輩 後來仔細問 就會發現他們覺得 我現在都跟比較 小很多的 因為他就可以直接 照片他就好了 年夏軍交往 對對對 沒錯 然後比自己小 超過十歲的 OK的人 他們的理由 是 年輕的也 一年人 都可以 之前那個 我剛剛說那個 他跟被子交的 教導社會人結婚的時候 他的那個結婚的對象 雖然差很多 確實是又 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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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嘴他很小 真的是 因為二十歲 看起來像四十歲 但就不是那種 老態喔 就是他就是有一股氣 你知道 有一些人長得 就是有一些人很 對對穩重 然後有一個人就直接說 好き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ら 年齡なんて関係ない 這個真的是蠻 我希望很多日本人的心聲啦 然後另外有 台灣網路聲量分析 情侶年齡差距的正反觀點 他就是問了 應該是說他收集了 在網路上的一些討論 就是對於年齡有差距的情侶 他沒有一些什麼樣的觀點 然後肯定派是說 外表燈對或是心靈性的就好 反正他就說 價值觀問題或彈勾 家人的反分這個擔憂 就是非常台灣 這個我怕 才剛跟過 就是台灣真的 常常會因為父母家人的想法而卻步 但這卻是日本非常非常少出現的問題 除非啦 除非你是什麼政治 世家你要生什麼後繼者 什麼那種 一般人家 他根本就是 都可以啊 台灣原生家庭 對子女的關切實在是非常多層面 有細歲 對啊 好煩 真的很煩欸 你看 我真的查了還蠻多的 從來都沒有看到 跟家庭有關的關係 對日本人不會說 因為爸媽會反對 超奇怪的 爸媽不會存在他們的人生中 沒有啊 因為他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今天找了一個人 就算他比我小個三歲 那要怎樣啊 小三歲 你知道嗎 小三歲聽起來 在日本這個我看見也就是一個 連個事兒都沒有 對啊 然後今天如果 他兒子找了一個 小三歲好少喔 十幾歲的 大十幾歲的女人回來 他爸媽可能也就 對 就啊 媽 對啊 他可能會就心裡一種 他可能會murve 隔燈一下 但他們不會真的說什麼 欸問我們的那些網友也是說 會不會別人覺得怎樣 就是你知道日本 喔我真的要做一個大欠 就是日本人他們只要不要 帶給別人麻煩 就你不要跟別人添麻煩 你走在路上擋不到我的路 他對的事情是你比較生氣 但是你到底要跟誰 你跟一個老人交往對我來說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能比如說你可能太不登對 然後造成你就是你知道 你當妹太難看 他會覺得有點好 看不下去這樣 但是只要你不要照帶給他麻煩 他一點都不在乎人到底怎樣 他完全不會管你到底要跟誰交往 這種事情是 所有人都不會有任何感覺 對就像我前夫 他這樣 對話其實當然我看起來非常不適合 然後我就是從小現在 那個時候的那種 我跟同事的交往去常想 然後後來我跟他們說 我就是要決定要離婚 然後大家說 我們就覺得應該是不太信了 結果他會 他絕對不會在你面前說 你不行吧 那離婚他不會 他真的不會 他們就說 太可憐了什麼的 太可憐了 但他絕對不會說 你本來離婚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不付錢 怎麼可以什麼什麼 絕對不會 可是等到你說 我們終於要離婚 他說 我們覺得 你這個決定真的太好了 對 所以就 真的放膽去愛吧 就這樣 沒有人在意 但是記得要找一個 在一起開心的人 吵架這件事情也是 就在日本人的眼中 基本上是不會吵 就是一些小口角的話 就會有一些退讓或什麼 但是比較少真的就是 真的認真在那邊 高興 就是挖廢的講什麼 就不會 就是過了平淡的生活 沒有規劃的生活 就可以了 對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 他們都是一樣的問題 比如說老公都一直挽回 然後日本人的老婆就會 他知道自己是假的這樣的人 所以他也沒有任何的 反對的意思 然後就自己過自己了 可是可能台灣的老婆 就會一直念一念什麼的 然後可是我覺得你一直念一念 這樣不開心啊 那你就不要 那你當初到底為什麼嫁給他 而且你如果是想要選一個可靠的人 那他還蠻可靠的啊 就覺得到底是在不開心什麼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很容易 因為太在一些外在的挑釁 然後把自己弄得很不開心 台灣人好難懂 結論是台灣人很難懂 你這樣我們很難做 怎麼辦 好你就再看到這個 找一個開心的交往喔 對我覺得台灣人可以試著 參考一下這個價值觀 對啊 說不定可以過得比較好一點 忘卻他有沒有房有沒有車之類的 先找一個相處起來開心的 沒錯 好掰掰 今天穿這紅牌 對啊好像笑湯圓 好想吃喔 快兩個小姐 對啊超想吃 欸我真的我很愛吃那個 洗酒這麼乾穿 那個花生粉 對那個很好吃 快來寄給我們吃 是嗎 好然後 我們今天穿得這麼的柔和 但是要講一個很不開心的事 就是 性騷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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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